市场上的码托机可分为三种 高床型、低床型和机械手型 尽管型号和码托方法不同 不过其工作原理不会改变 工业码托机器人可以按规定 将货物堆放在货盘上 这就是码托机器人的工作方式 堆叠过程是自动的 堆托完成后 将货物推出 插车可以将货物运输到仓库进行存储 它依靠传送带来输送物料 当货物到达转向机构时 机器人可以根据指定方向进行调整 准备完成后 您可以进入图层传输机制 只要按照设置的排列顺序 将产品放置在此位置即可 之后 码托的货物通过转移轨 转移到下一个工位 这样 码托机器人完成了码托操作 其灵活的解决方案 自动堆托和卸托 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根据产品的不同 自动码托模块 可以将任何包装系统的容量提高15% 不仅如此 工业码托机器人还能使员工 腾出更多时间来做其他工作 工业机器人码托站可降低成本 降低错误率 并使包装线更加灵活和高效 通过机器人的过程可视化 跟踪所有操作内容 并密切监视和管理机器人码托站